近日,吴金参加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,被发现整个人胖了一大圈。 不少网友直呼,金哥伙食太好,应酬太多才导致战狼变肥狼。 但事实上,很多人没有注意到,自从战狼2大获成功后,吴金近来露面都是拄着拐杖的。 据悉,在拍摄战狼2时,吴金为了追求呈现效果导致多次受伤,再加上纠伤复发,受伤后难以进行剧烈运动,需要静养。 再加上药物中激素的作用,吴金才胖成了现在这样。 之前也有好友曾透露,吴金此前也在受伤疗养期间有过发福,但后来拍摄新戏又迅速瘦了下来,因此观众们也不用太过担心。 从刚开始的小李飞刀的阿飞,杀破狼中饰演的大反派,再到最后我是特种B系列的何晨光,还有现在自导自演的战狼系列。 他的硬汉的形象深入人心,戏里戏外他都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。 作为武打演员出身的吴金,一直以来身上都是各种伤不断。 为了拍摄战狼,吴金还在部队进行了18个月的集训,掌握了无数的技能包。 已经40多岁的吴金可以被称作是平米三郎了。 据媒体报道,吴金战狼三剧本目前已经过审,预计今年夏天开拍,目前官方还未正式确定演员阵容。 还有一个词或许多岁的朋友们,在这里是最后一年! 再次注意! 晚期见! 我现在上去全部智要哈尾程开始 open 我们下期见! 我们下期见! 我们下期见!